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ONIX这个推理框架中做的一些结合 然后以及我们怎么样通过这整体的这种集成来 把我们底层的升腾的硬件充分的利用起来 然后从而提升这个整体的分布式 推理的性能以及开发的体验 今天这个议题我们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Spark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DL on Spark它所希望解决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ONIX和升腾在ONIX runtime 所相关的背景知识 以及一个端到端的流程 就是说在Spark里边怎么样跟ONIX做一个继承 好 我们开始第一眼 然后这个是一个简单的Spark的一个过程 其实Spark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高效的一个Data Frame的API 然后通过这个API我们就可以做数据的查询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说我们会找到年龄大于21岁的 然后它的姓名是什么 然后这种展示出来 然后对于当这个命令下去了之后 就是说这一条指令 或者说是这一条代码 它其实运行原理是这样 就是大概是有一个driver 然后去写这个对应的代码 然后Spark会将我们这个代码 所查询的这个数据做一下分区 然后就是让每个ecutor都能处理一部分数据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一个并行化 然后整体的流程其实也是从driver 一直到下发下来 然后resource manager去拉起对应的ecutor 这个resource manager其实现在支持的是样 和k8s和mysos 这几种常用的这种进行调的框架 然后在对应的ecutor里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python代码 所以我们在去调用的时候 其实在ecutor中也是python在调scala 然后最终比如说我们去查询一些数据的时候 他就在各个partition去做 然后做完以后各位cutor搜集到结果 然后再去从driver去反馈给这个用户 整体的流程就可以看到就是这样 对于Spark来说 其实是一个业界现在很主流的一个 P数据处理的框架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Spark最大的能力就是说 第一点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数据 做一个并行化的处理 然后让各个比较廉价的cutor 也就都能很好的去处理自己的数据 最终返回到上面 然后第二个就是Spark本身 它的Spark Circle里边 又存在了很多的优化 包括一些 就是这个Circle 逻辑计划的优化 以及最终生成一个高效的物理计划 其实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是Spark Circle 然后最终去端到端执行的时候 对于用户呈现的见面 就像刚刚开始说的 还是非常简单的 这个是Spark工作的几个基本流程 然后那第一 因为Python其实在AI和数据处理的领域 用的其实还是很主流的一个语言 所以对于PSwork来说 也是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先看 PSwork其实是Apache Spark上面 提供的一个Python的接口 然后这个接口其实还是一个 比较轻量级的接口 它主要是通过Python的API 提供给用户 然后这样的话 用户也可以通过 像PHVHL 然后去交互的去查询这个数据 然后在一个分布式的环境里边 然后PSwork同时也支持很多的 像比如说Spark Circle DataFrame Streaming ML Lab 还有Spark Core 这种核心的能力 这样的话 其实从这就可以看到Spark Core这块代码 其实是斯卡拉去写的 然后这一上层的所有的东西 其实就是包括了就是Python的一些接口 这样的话 其实Python就可以很无缝的去融入到这个数据和AI整体的这个大的生态中 然后让Python也能用的非常的流畅 然后因为这个开发者对Python 这个领域的开发者对Python还是比较熟悉的 然后对于安装也非常简单 就是PyP install 这是我们Python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式 然后当我们PySwork这个页面打开以后 然后我们就读取 比如说对应的log是什么 然后去做一个简单的查询 所以这个端到端的流程 其实用PySwork来说 还是非常容易去处理的 而且通过这个语言的特性 然后保证了这个开发的高效 通过Spark核心的能力 有保证这个整体性能的比较高效 然后对于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流 在PySwork中 就是在第一页 其实我也介绍了 就是说是通过Python和Skala中间的交互上去做的 然后这个其实敢展示的是 我们Spark和Driver 就是Driver和Kilter之间 它的一个交互流程 然后可以看到就是说 当最开始已经说了 PySwork其实是基于 Spark和Java API去做的 所以去处理的数据啥的 是在JVM里边 然后数据其实 就是有一个传输的这个过程 然后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绿色的部分 可以就认为是Java的代码 然后在这个整体的过程中 当这个本地的去提交一个Job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Driver 然后他去拉起各个Spark的 这个Kilter Worker去执行这个数据 然后中间用了一个几个 一个关键就是第一个就是PFJ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Python去怎么样去把 Java这个对应的SDK调用起来 也就是说我写Python代码 其实最终调用的是Java的API 然后在后面 Worker里边其实也是 因为有序列化和反序列化这个过程 所以也是通过Skala去调Python 然后中间其实用了ClubPython这种方式 去完成这个端到端的调用 所以在这个数据流的这个过程中 其实可以看到 也是一个相对而言 是隔离的比较清楚的 就是Python是Python的 然后核心代码框架 核心代码框架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Python里边 就可能是一段比较小的推理的程序 也可能是一个用户自定义的UDF 这种形式 所以就是说 但是对于用户来说 其实感知不到这么多分布式的Python 就是你不用一个一个去写 而只是在Driver区别写 这些所有的动作 都是Spark自动去完成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Spark 在AI这个领域 它做了哪些努力 其实从Spark2.4开始的时候 就启动了一个叫做清计划 然后这个里面 其实就是做了非常多 跟Spark跟AI结合相关的这些特性 我一个一个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 在2.4版本 其实就是做了一个 Variant Fusion Mode 这个其实做的是 就是我们知道 在Spark这调度的这个里边 它其实分为两层调度 第一个是Task级别的调度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 Spark提交Job的时候 然后会 Supplate成多个Task 然后这样去做 任务的划分 然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就是对于 AI这种场景 其实经常会出现 就是说我需要多个Task 要一块执行 也就是说One或者是Nothing 就是All或者Nothing 也就是说要么你就传起来 然后大家一块就位 然后去算去执行 然后其实是一个 有一个互相依赖的一个 就像一个三角形 然后原来的那个Task 其实是一个 就是串行的 其实互相不依赖 然后所以这个模式添加了以后 就是有助于 AI去做这种并性的执行 我们叫它Task级别的Gun Scheduler 那当然在Qter 其实也是有对应来 Gun Acceler 其实跟这个不是一个概念 然后这个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说当时做完这个特性以后 就是Horror World的这个 其实它就是用 Oreduce这种 这种执行的这种计算 然后其实就是说 要拉多个Task拉起来 然后一块去执行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在分布式的训练 这个过程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帮助 然后第二个 其实就是在3.0 其实做的 然后这块 其实最主要的特性 就是这个 我们叫做Accelerator Aware Scheduler 就是说 它可以自动的去发现GPU 然后同时 这个其实是通过一个脚本实现的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比如说像生存 或者英伟达的GPU 他们其实在做这个GPU的发现的时候 都是要有一个脚本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提供这个脚本 就能把这个GPU Accuter上的GPU去发现出来 然后包括什么特殊结构呀 这些东西都可以 就是做一下初始化呀 这些东西 然后对于第二个特性 就是说我们能够在Application里边 去请求GPU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可以 用户可以通过一个命令行 去在这个Accupitation中 去直接把这Configuration指定 就说OK 我这个任务要多少个GPU 然后其实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并且它其实是可以支持 就是Task Level的 这个Stage Level的这种调度的 然后第三个其实就是数据传输的用法 就刚刚我们知道 就是其实在Java和Python 其实调用的过程中 是有很多的这种数据的交互的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 Java这个数据体系和Python的这个数据体系 其实不一样的 那么就是Aerror其实这个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Apaq的一个项目 它其实就是做这种数据 在多个语言或者多个框架中 进行数据的传输和共享 这样其实核心的思想是 他们通过统一的数据类型 然后把这个数据端到端的 去做一个共享 然后或者说是统一了这个数据格式 内存的数据格式 这样在传输的过程中 就会非常的快 所以这个特性就叫Optimates的Data Exchange 然后所以在这个轻计划去做完了之后 大部分的这种AI或者说是DL 这种相关的这种特性 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呢除了这些之后 还有什么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读案发展 我们AI的框架其实也是做了一些演技能 最开始可能是以这种传统的机器学习 这种框架比较多 比如说我们最早的像SkaderLine 然后还有像这种 这种传统的机器学习算法表 然后现在其实慢慢演进的就是 主流的几个DL的框架 比如像TensorFlow PyTouch-Spark 还有专对于这种神经网络的推理 像Onix这种 然后所以其实是存在一些gap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这样的图 就是刚刚其实我介绍的Spark 其实擅长的东西 其实集中在这两部分 就是说数据 还有它的特征工程方面 就是它可以帮助用户 去从很多的数据员里边 去读取数据 然后再做一些ETL的转化 然后Fisher 这种特征工程 其实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说 我们筛选出AI所需要的这些参数 然后被给gbis模型 然后在推理的过程中 其实也会遇到 然后所以这一部分 其实在业界 或者它所从事的这个team 其实是一个数据工程师去做的 那这部分的工程师 可能就是他们对这种Spark 非常的熟悉 然后也对这个ETL的基本的处理 还有包括Data Frame的使用 都非常适用 很熟悉吧算是 然后对于模型推理这部分 这部分的工程师 它其实更擅长于 就比如说它的AI框架的使用 比如说我非常熟悉这个调餐 怎么训练 怎么样去做这个优化 然后让参数优化 提升这个ML的这个准确性 然后这个一般是就是说 然后对于训练这个过程 可能是一些ML的开发的工程师 然后还有对于推理这个过程 可能是这种生产部署的这种工程师 那其实可以看到 这两个之间就存在一定的Gap 就是说那数据训练完了之后 我给模型的时候 那模型可能会觉得 这个数据是怎么训练出来的 我要去去做一些调整 怎么办呢 然后同样的 如果要是这个事情 由就是对应的数据工程师 他去做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定的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算出来以后 我要验证一下这个ML到底 那这个时候就存在一些概括 怎么样很好的去连接好 这个数据工程师 ML工程师 他们能够更好 然后所以这个特性 其实也就因缘而生 就是这个其实是雅虎的开发者 在Spar社区开发的 就是发起的一个SPIP的讨论 它其实就是为这种简化 DL推理的一个讨论 它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它其实就是说 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API 就是比如说就是训练 然后你掉这个接口 我也不用care底下是什么框架 我只用把对应的模型 唠唠去接来 然后我会自动的选择这个框架 或者说是我简单的指定一下 这个代码要在哪一个框架上 去做执行 这个就包括这个DL框架的 这些初始化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省略了 所以它的主要目标也是说 简化DL模型 在Spark推理的过程中的一个流程 然后同时也是帮助第三方的 DL的框架去做集成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GAP 其实这个特性就是完美的去覆盖掉了这个Dip的内容 虽然整体的这个逻辑可能实现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但是其实还是确实帮助了很多的这种DL和ML的这个开发者能够更好的使用到Spark这个生态中 然后它的其实目标的这个点也是就是说数据工程师它需要步属这个DL的模型在Spark里面 或者说是这个开发者需要 部属这个DL的模型在Spark里面 然后所以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连接了DL这个领域的追捕工程师和数据这个功能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然后当然这个特性也是在讨论之中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关注这个特性 然后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反馈吧 然后我们也会到后面的集成中非常关注它的进展 然后后面有什么同步的我们都可以在社区中 进行讨论 大家好 我叫王喜元来自华为 下面由我继续给大家介绍ONIX和KAN相关方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ONIX和ONIX Runtime的相关基本概念 ONIX它是一个用于表示深度学习的模型标准 它可以使模型在不同的框架之间进行转换 它同时设计了一个自己定义的开放式的文件格式 然后用来存储训练好的模型 使得不同的人工智能框架 比如说像PyTouch、Tensflow、MXNet等 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格式存储数据并进行交互 然后这个项目它是托管在Apaq Data & AI这个基金会下面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标准组织 目前有来自各大公司的开放人员共同的进行维护 然后它的标准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刷新中 目前最新发布的版本应该是1.12 然后ONIX Runtime它是由微软推出的一款开源的推理框架 然后它其实是无缝对接ONIX模型的 用户使用ONIX Runtime可以非常方便的在上面跑一个ONIX模型 然后我们看一下右边这张图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整个用户使用ONIX和ONIX Runtime的一个端到端的流程 最上面是各种各样的AI框架 比如说像MandosBall、MXNet等等 其实他们现在目前都已经支持把自己的模型转换成ONIX模型 然后转换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无缝的去跑在ONIX Runtime这个推理框架上 推理框架上 然后这个推理框架它本身其实也以插件的形式去支持了非常多的硬件设备 比如现在像英伟达的GPU 它通过Cuda这套去调用 或者是像苹果的神经网的芯片 或者是英特尔它本身的自己的AI芯片 或者是MD的AI芯片 它们都是通过这个自己对应的这个软件使用层来调用各个这样的后端 使得这个不同的这个AI推理能跑在不同的设备上面 然后呢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华为这帮相关的升腾和看的一些基础知识 升腾就是Ascent的这个 它是华为推出的一系列这个NPUAI芯片的一个统称 就是这个图中红色的部分 目前华为推出了大概有三款升腾相关的芯片 分别是升腾310和升腾710以及升腾910 它们的功能以及能力是随着数字增大而不断变强的 其中310它仅仅只能跑推理 而710跟910训练跟推理都能跑 然后再往上一层是Atlas Atlas是华为基于升腾芯片所推出的相关的设备 硬件设备 这些硬件设备中其中都集成了不同的数量或者是不同型号的升腾芯片 比如目前面向个人开发的 跟着开发者Atlas200DK这个开发板对吧 上面其实就是集成了升腾310的芯片 然后或者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这个Atlas300的这个PCI卡 它其实上面 它里头集成的这个芯片就比较多了 这个可以根据不同的型号 不同的场景 可以集成310 710或者910等等 然后再往上一层 其实就是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个硬件层的一个东西 就是黄色部分 就叫Kan Kan这层是华为推出的这个软件占层 它其实类似于英伟达的这个扩大层 它这个使用Kan能更好的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 轻松的就是或者是一键式的去调用底层的Atlas 或者是升腾芯片相关的功能 然后再往上就是对应的这个应用藏了 就是说用户的APP或者是各种AI框架 他们可以把Kan通过Kan把升腾集成进去 这样子用户去真正去使用这些应用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跑在升腾系列的芯片上面 那么下面这个呢 是Kan打开Kan的这个 所谓它的这个架构图 目前升腾Kan已经迭代到这个5.0版本了 这个每年它的这个功能呀 或者是它的这个架架构啊 其实它这也是在不断演进的 然后这块其实主要是有四个比较比较重要的点 分别是这个 Ason的Optimization Engine 对吧 这个AOE 包括这个什么AOL ATC 然后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Kan的全战 其中AOE 它是这个通过通过这个英文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就是一个加速的模块 对吧 然后呢 像AOL 它是operator的这个模块 它其实 通过通过AOL这个东西 向长大的开发者的用户提供了海量的算子 然后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去调用这些算子 去构建自己的模型 然后包括像下面的ATC的吧 这个就是算子编译层 这个就可能用户构建好的这个学习图呀 这个通过ATC可以更好在生态上进行相关的优化 包括甚至像这个用户可以去搞一些自己的所谓自定议算子呀什么的 都是通过这个ATC层去实现的 然后呢 下面真正的底层就是ACE 这个Computing Executor 就是真正的这个执行层 它就是来真正的去调用底层的这个硬件设备层面 那最后不像这个base layer这个就不说了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这个架构层 这个就是看的一个所谓的全战视角 然后当然呢我们一般的用户去使用看的时候 其实是不需要care下面的这些所谓的各种layer的 我们我们用户直接是通过看对外提供的Ascent Computing Language 就是ACLG 这上面这个API 就是所谓的升腾变成语言 这个API调用来直接能快速方便的去部署 去编写一个基于升腾的我们的AI 框架AI代码或者是AI模型出来 那么呃其实目前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把希望把升腾去接入到onis runtime onis runtime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呃 它本身是通过自己的这个execution provider这个机制 下面可以对接各式各样的硬件 以及各式各样的这个呃芯片 那么呃把ascent就是升腾系列 如果能天生的原生去对接的话 那么用户去使用onis runtime的时候 呃就可以无缝的去跑在升腾上面 那么其实以前最早的时候 用户如果想去呃在升腾上去跑一个onis的模型的话 那么它可能需要使用到升腾对外提供的转换工具 呃用户呢先把这个呃 onis模型通过这个转换工具 转换成升腾呃支持的om模型 然后转换完了以后 然后再编写对应的呃 升腾的这个处理处理脚本 或者是处理代码 然后呢这样才能在升腾上去跑onix模型 这样呢这个过程不仅很复杂 而且可能在转换的过程中呃 模型的这个精度呀性能啊或者是这个鲁邦对抗性啊等等 都都会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或者下降 那么这个过程不仅麻烦 而且呃结果可能也达不到用户的希望对吧 那这个也是我们不推荐的做法 然后呃后续呢这个也是我们主推的就是要把onis runtime 去无缝的对接到呃把升腾无缝的对接到onix runtime上 这样用户呢拿到一个onix模型的时候 或者是拿到一个从其他AI框架转换过来onix模型的时候 就可以无缝的去跑在升腾上 然后呢这个也是呃我们计划要推入就是后续要推到这个onix runtime社区中 当然上游这块它也有对应的CI系统来保证代码的质量 我们这块其实也是要计划把相关的升腾的设备去钳制到社区中 然后下面呢其实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呃呃时间规划吧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根据目前的时间点来看 其实我们已经开发了一系列的东西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630的时候呢 呃希望把这个所谓的最基本的端到端的框架呢 可以从这个呃第一版代码推到就是开开放到上游社区 呃比如说像最基本的这个rest net对吧 rest net这个模型就可以通过on the current time去无缝的跑在升腾上 那这块代码其实我们也实现完成了 然后呃估计也就最近就可以立马推到上游社区 然后在930的时候我们计划把这个基本功能补齐 然后这块就添加更多的这个算子进去 然后把这个呃CI系统也接入 然后保证最基本的这种代码质量 然后在在今年年底呢我们保证这个呃 这个看的后端就是足够的稳定 然后达到这个所谓的呃跟其他的后端对齐的这个目标 就是所谓基本上是生产可用的这种能场景 然后到二三年的时候其实到明年 我们主要聚焦在这个所谓的性能优化 对吧或者是这个应用性呀 或者是这个可扩览性等等方面的这种呃 极致性能的提升 然后这块呃社区中相关一手以及我们的poc代码 其实也也都有了 然后正式代码我们稍后就会推送到社区 嗯好的 那奥尼克斯和呃看相关的内容就先介绍到这里 下面由呃欲坤给大家继续带来 spark 与奥尼克斯和看相结合是如何给分布式推理 进行相关的呃操作与提升 ok 感谢谢元的分享 然后谢元其实刚刚跟我们讲了还是比较应和的啊 就是他在那个奥尼克斯和升腾之间的一些啊 硬件的支持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就是通过奥尼克斯就能够很好的 让我们的用户能够用到了升腾的硬件 然后在奥尼克斯这个runtime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也是支持多个硬件了啊 所以就是通过奥尼克斯runtime这个东西啊 就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啊 很多硬件能力充分的利用起来 那呃呃讲完了sbark和奥尼克斯这两个方面 那我们怎么样去能够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呢 啊这个其实它的流程其实还是非常简单 因为我们在sbark里边介绍了就是有这种啊 sbark dl的这种框架如果啊 开发完善了 然后呢 对于奥尼克斯这个用户也会享受到sbark 这种数据并行带来的这个power 这样的话我们运行 这个ONIX的AI的推理的job的时候 在Spark里边就非常简单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完整的 这个Spark加ONIX的一个 就是程序的一个简单的demo 就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只需要去导入 Spark这个框架里边的ONIX runtime 然后其中的model UDF 然后这样的话 UDF其实做的是 就是我给你个模型 你把这个结果训练出来 都给我 那对于ONIX来说 它其实这个UDF就是 真正的去执行 对应的模型的推理在吗 然后在整体的这个逻辑 去执行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们 比如说有多行的 多列的这种数据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数据 先读出来 然后Spark这种比较power的 这种分布式的训练 切划分的这个能力 就体现出来了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几乎非常简单的API 就可以得到一个推理的这个结果 然后最终推理 其实调用的就是UDF 然后这样的话 把数据传进去 也就是说 我这个模型 其实接收的数据 其实就只用KR两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它的模型是什么 第二是它的输入是什么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大大简化了整个的开发的这个难度吧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这些开发者也不用关心说 OK我用的是什么框架 我这个框架怎么就做舒适化 我怎么样跟Spark去做集成 那你只用简单的一句话 这个UDF就是由Spark直接提供的 然后在这个整体端到端的过程中 还是比较体验是比较好的 然后并且一来可以像使用到Onyx这种 类似于这种推理的框架 它可以把各种硬件去做一个集成 然后又可以享受到Spark这个 并且用数据的推理能力 这样的话就在无形中 通过这种很简单很简单的这种语句 就完成了一个分布式的推理 这个还是对于用户的体验 提升还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说你只用给模型是什么 然后用它就可以了 然后DL Spark这个整体的东西 就会把这些繁杂的东西去做一下处理 那我们整体的这个流程就大概变成这样 对于用户来说 它只要写这个application就OK了 然后这个driver Spark的driver 会将对应的这个Python的这个程序 下发到各个queter中 然后对这种每一个数据的分居 也就做了初始化的这种划分 然后每个queter里边 就相当于是做Onyx推理 然后Onyx推理这样的话 其实它也会自动就去发现 到底hardware是什么 然后这个其实比如说对我们像K8这种场景 我们queter里边就只要把Onyx 所对应的这种硬件去放 达到那个queter的镜像里 比如说它在有一些SDK或者硬件的SDK 就利用那个GPU发现的一些脚本 然后去搞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就断断断完成了整体的过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也是利用了Spark分布式 就是这种数据划分的能力 然后同时也把这个利用Onyx这种框架 把hardware这种多hardware支持的能力做出来 然后既能保证它的数据的这种拆分 然后也可以保证底下这个hardware充分的利用 这样的话就极大提高了在分布式这种场景的开发体验和性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知道AI其实过程 其实分为模型的推理和模型分布和模型并行和数据并行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 其实更主要的体验的是这个数据的并行 这个就是整体的一个端到端的流程 然后感谢大家 然后今天其实为大家带来了这个所有的 就是关于Spark和Onyx之间的这个集成 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后续的这个过程中 能够参与 有更多的同学一块参与到DialonSpark这个过程 以及我们在Onyx去做这个硬件使能的过程 然后也欢迎大家去review和讨论